戴孜颖,资料照,路透记者卓家评综合报道,台湾语谈一字戴孜颖今天在亚洲语球锦标赛女当次强战,面对印度前球后赛纳,中场以27比25,21比19,立刻对手。 明天下午5点,Eleven Sports直播,将与地主女将陈宇飞征金,小戴寻求未免,以及重返世界球后此一前两人交手15次,戴孜颖握有十胜五负,近期八连胜优势,戴孜颖手取血液来到15比9,但一波失误缠身,遭对手追成15平手,双方开始拉锯,赛纳一度取得19点18分钟。 优势,但小戴很快化解,两人进入20点20分丢势,戴孜颖不慌不忙化解两个局末点,最后连续两几票两制胜球,总算拿下首局次局赛纳死命紧摇比数,他属于力量型选手,过去膝盖动刀影响移动速度,此一可感受到他的叛径,速度也连带提升。 两人首次技术暂停前,小戴11比9领先,进入下半局,戴孜颖原本来到4分领先,赛纳又追了上来,战况再度纠缠,小戴控球能力与速度一味,优于对手,最终以21点19分胜出。 戴孜颖明天将寻求10年来首位亚锦赛女丹连霸的好手,也将是赛时首位非中国香港的女丹连霸好手。